今天想与你分享的是 要求你的次人格帮助你创造你的目标 作为你的大我 你转身面对你的次人格 问他正在为你创造的好事是什么 所有的次人格都想帮忙 即使他们看起来是在反抗你 他们也许根据你过去的目标 或持有的画面来为你做事 感谢这个次人格试图为你做的一切好事 他想被听见 被欣赏 感觉他因为你的认同 和感谢 开始变得更美丽 告诉这位次人格 你现在的计划和目标 例如 与你的灵魂融合 开启你的心轮 和扩展爱的能力 肯定他 能会在你的生活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要求他 帮助你创造 你的新计划和梦想 当他对于 你想要成为谁 有新的理解时 观察他如何软化 成长 并改变 告诉这位次人格 如果他愿意 如果他愿意 你将呼请一位光之灵 来进化他 这位光之灵 也许是一位大师 天使 或指导灵 这位高灵 完全明白 如何去进化 你的次人格 当你的次人格同意 一位光之灵 将会加入你 他十分乐意 来帮忙 问候这位高灵 并感谢 他的到来 这位高灵 送爱 来疗愈次人格的恐惧 让他能够与你合作 达成你的目标 观察你的这个 自我的进化 与改变 他变得更加美丽 与成熟 给他充分的时间 接受光之灵的疗愈 当疗愈完成 这位高灵 把次人格 交还给你 感谢美丽的光之灵 这位大师 天使 或指导灵 谢谢他的协助 他领受你的谢意 而离开 看看现在 你的次人格 变得如何 他看起来像几岁 有什么改变呢 在心里问他 是否愿意支持你 实现你现在的目标 愿景 和梦想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意支持你 看起来像几岁